这样的场面真的蛮恐怖的 非法的瓦斯就像是不定时的炸弹一样 台湾县消防局昨天突击大西这处豪华的农舍 当场在铁皮屋里头发现大量的储存槽 瓦斯槽车还有大大小小都是钢瓶 现场空气中依稀还可以闻到浓浓的瓦斯味 俨然就是一处瓦斯分装厂 看到消防人员突击检查 农舍主人好紧张 变成这些大大小小的瓦斯钢瓶都是回收来的 瓦斯钢瓶堆着满屋子都是 消防人员走到后院看到的景象更夸张 大型瓦斯储存槽就藏在其中 而且还不止一个 外头还停了两部瓦斯槽车 一看就知道是非法瓦斯分装厂 但屋主打死不承认 这是桃园大西的一处农舍 从外观看去就像是豪华别墅 有鱼池还有树木遮蔽 但农舍后方却搭建铁皮厂房 附近民众检举时常看到有瓦斯槽车出入 而且常常闻到瓦斯味 最后消防局以钢瓶超存 对屋主开出七张罚单 每张罚单财罚两万到十万不等 只是瓦斯分装厂用豪华农舍做掩护 躲避了消防法规的茶器 万一出了意外 后果难以想象 中天新闻最后报道